三 二 二 开心的上台领感谢状 他们都是在各校服务多年的导户志工 有充满热忱的高龄长辈 还有里长多年来持续坚守导户志工的岗位 服务精神令人敬佩 我给他健康很多 也很高兴 很快乐 每天都看着外人 外人都很好 导户妈妈早 导户妈妈早 每天的 我感觉很快乐 很好的 我就是看他的导户妈妈 爸爸 都很辛苦 风那么大 风那么大 也是在鼓 我就跟他说 我志愿 我如果身体健康健康 我一定要来做志工 我已经做到十七年了 很外娜 很运福 很美 但是我还没做阿嬷 亦亦亦亦亦亦要好呢 那常乐国小在我们里内 那我当里长 做了十年的交通导户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用拿着一个红色旗跟绿色旗来做交通指挥 为什么是红色旗跟绿色旗呢 因为我是铁路的交通号字 我就用这个最简便的方式来指挥 那现在我们小爱爸爸 谢市长 他把整个的交通的动线 做的用绿色的那个人行道 所以整个的交通状况就好很多 那我们就退到第二线 照顾我们小朋友安全的过这个马路 让他安全的到学校的这个阶梯上面 另外暖西国小也荣获导户志工交通服务队基优奖 看到每位导户志工用心投入的精神 担任颁奖人的教育处代理处长杨贵杰 内心是满满的感动 大家都知道市长非常重视行人安全 所以我们推动这个行人友善的政策 那其实在学童上学的路程里面 行人友善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这么多的志工导户们 来更细心的来 他们会比我们的老师们更早到这个路口 他们以妈妈的心情来维护我们 我们非常的感恩 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气候 他们都毫无懈怠 付出他们的爱心跟他们的细心 来协助我们 那让人非常的感动 基隆共有300多位国中小导户志工 教育处说 感谢大家无私的奉献与付出 共同打造行人友善有爱的基隆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